传统佛法怎么来复现 一定要从小杂根 那现在我们想出一个方法 如果有这个机会 办一条龙的学校 就是从幼稚园办到研究所 我的想法是当中不招生 每一年招生招幼稚园学生 幼稚园小班中班大班都可以招 年年可以招 小学的不招生 幼稚园大班毕业 升到一年级我就办一年级 升到二年级我就办二年级 一年增加一个班 二十年之后就变成大学 所以这个学校的时候 没有插班生 都是从小培养出来的 它没有受到外头污染 圣贤教育我想用这个方法 可以把根配出来 这才能有效 把中国传统东西保存下去 而且可以发芽固大 除这个方法 我想不出第二个方法 一定从幼稚园就叫他背 古啊 古术 古身先先的奠基 老子庄 老子庄子 这个佛经里头挑个几步 统统要背过 小孩背到快 背到十二岁 上中学了 小学毕业了上中学了 中学就可以讲解 用这个方法 中学是六年的讲解 学习 到大学的时候 那就是一门深复 常识选修 就专攻业门 大学上课 不是老师讲给他听 中学是老师讲给他听 到大学是他讲给老师听 他讲给同学听 大学上课 讲台上 学生上讲台 老师坐在最后一排 为什么坐最后一排呢 你的声音 不要用扩音器 我在最后一排 能听得到 算是你的音声及格 我在后面听不清楚 你的不及格 这是个有效的方法 看看就是 有这种缘分 我们就白学 这个学校的老师 带学生的老师 就是保姆 你比如这个老师 带这一班的 从幼儿园 把他带到研究所 你一生就是这个事 照顾这一班的学生 学生当然慢慢上去会淘汰 越来越少 最后可能你只照顾两三个人 那统统成就 成圣成贤 圣贤君子是用这个方法造成的 这个事业 我们一定要做 真正有这种认知 志同道合 我们这个构想 要有财力 有人力 马上就可以办 学生我相信很多 每一个人的家长 都希望儿女成人 现在学校他们也害怕 怕染污 怕学坏了 这种一条龙的学校 有保障 这种认知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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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